郭台銘會不會嫌 不會嫌 那當然有些話就是要講 啊我等你國民黨辦我 國民黨會緩彈的啦 下來就會有人緩彈 為什麼郭台銘每次都要參選 你國民黨就要讓他來選 他又不是國民黨黨員 他說國民黨這種貪腐的黨 我才不練戰 然後他就去辦退黨 他現在的國民黨不貪腐啦 你又回來了 怎麼樣呢 我又跳出來了 我又再回去啦 你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 我又跳出來了 打我啊 笨蛋 這次選舉 大家 你會講選舉 選舉我當然是很熟悉 問題郭台銘會不會嫌 不會嫌 那當然有些話就是要講 啊我等你國民黨辦我 國民黨會緩彈的啦 下來就會有人緩彈 現在還沒有 為什麼郭台銘每次都要參選 你國民黨就要讓他來選 他又不是國民黨黨員 郭台銘那時候表示退黨 他說國民黨這種貪腐的黨 我才不練戰 然後他就去辦退黨 現在國民黨不貪腐啦 你又回來啦 我是公共廁所嗎 你現在尿急了就說我要回來了 可以這樣嗎 那國民黨還成為黨嗎 你們國民黨讓他回來了 這次再讓他回來了 那我在節目我就要公開質疑 黨主席叫朱立倫 朱立倫你為什麼讓他回來 你收多少錢 我要這樣質疑你 你就死了啦 我就天天會質疑你 我告訴你 為什麼他想回來就回來 別人沒辦法 他回來就可以參選 每個政黨都有規定 你回到黨裡面 你至少要滿一年兩年 三年四年以後才可以參選 他現在如果回到黨 對不起 明年一月十三號都要投票了 現在剩十個月了 他再怎麼講他都不夠嘛 時間都不夠嘛 那為什麼他 他可以選 因為他有錢嘛 對不對 為什麼大家說 應該讓郭台銘選 因為他有錢嘛 他是成功的商人 那成功商人很多啊 為什麼只有他可以選 各位朋友 這就沒道理了 那最主要 我告訴各位一個原因 他選就不會當選 不會當選 現在雖然很多人在講 那我過去 有一個朋友 他阻擋 我說你不要阻 你就在你的行業 他是一個江湖人物 很有錢 他阻擋 我說不要 他說 小董我是很愛國 我一定要怎麼樣 我說你不要 他說周遭的人都贊成我 我說 大哥你聽我一句話 你周遭那些人 已經跟你數十年了 每個叫你阻擋的人 都是為了撈你的錢 我說我敢講啊 對不對 我說你自己要看清楚 都是為了 因為他賺了不少錢啊 我說這些都要撈你的錢 你要看清楚 他說不會 這些都是我兄弟 後來他阻擋了 也有參想過 從來沒有當選過一個席次 他跟我吃飯都是我付帳啊 他比我有錢幾十倍幾百倍 我都付帳 但吃個飯要不要多少錢 但我只是表示說 我不接受你請啦 你要找我聊聊天什麼 我請你吃飯 他說要請我吃飯 都是我就把帳戶掉 都是這樣 因為我一進去 別人不太認識他 一定認識我 我就跟店家講 這個我付 店家都不敢不讓我付嘛 怕我都到時候 到時候得罪我 或怎麼樣 有點這樣 讓我開玩笑 說這個是我付 等一下誰都不能來付 那店家都會說好 所以他跟我那個 都是我付帳 但是這個也是小事 因為吃不了多少錢嘛 一兩千塊最多 那我要跟各位講就是說 你有些情況你要看清楚 就是選舉的前提 不管你是支持藍營或利盈 台灣真的 選領導人 真的就只有這兩個陣營的人 會當選 其他都不貨 也沒有什麼白色的 那些 那些連 我講的連一席立委 七一立委都不會上的 他選 他選什麼領導人 好 那要選的話 你每個陣營要提任 我要選這個人 一定是我這個陣營裡面最強的 不是第二強的 你不能用中勢對人家上勢 對不對 上勢中勢下勢 大家知道 你要賽嘛 就要這樣賽啊 那你現在要怎麼樣 不管他來了 你把他認為他是什麼勢 我就是要最強的 因為這一席當選了以後 你整個資源就全部在手上 你要做什麼都可以做 你每天說我一個政黨 我有多少政策 理念或什麼 你要執行的話 只有一個方式 你要執政 對不對 連戰 胡錦濤談了 兩岸五大 宴警 誰在執行 那是2005年耶 2008年馬航九 當選也有在執行啊 馬航九一講啊 我有一個指導的就是 就是那時候連呼會很多東西啊 對不對 那就走了以後 你兩岸 很多紅利就出來了嘛 埃可華就簽了 23項協議嘛 那你接著 你接著如果不接受的話 民進黨說 他是包著唐一的毒藥 你為什麼不廢除 因為他知道這個甜蜜蜜 蔡英文已經做7年了 他為什麼不把他廢除 兩岸雙方 任何一方都可以直接廢除 他不敢廢除 為什麼 因為對他有好處啊 各位我講這就是很現實的問題 所以在這次選舉 請各位朋友 海內外的華人朋友 我告訴你 你不管支持哪一個人 那這個人 你不要去詆毀 同黨的那個對手 因為他可能出現啊 他出現以後 然後你們在那邊 譬如在那邊 郭台銘的老五軍團 那時候打韓國瑜 那韓國瑜的韓文 就每天沒修理他 兩邊 兩邊都是藍營啊 打半天 當邊自己就受傷了 怎麼會當顯嘛 對不對 那很多人還 喊出很多口號要怎麼樣 韓國瑜要投票前幾天 到處造勢 二三十萬人 哇很多人講 很多朋友講你不準了啦 你看你光看那個造勢 我說你們懂什麼 嫌疾是這樣看的嗎 我說這二三十萬人 今天在台北造勢 哇 到新莊 哇造勢也是 到台中造勢也是他們 我說這些人是在移動的 你知道嗎 同一批人在移動 你們完全不懂 他有二三十萬票會當顯嘛 啊這鐵票 是啊鐵票 兩三百萬票的鐵票 也不會當顯 你懂什麼 嫌疾 你要有個最大公費數據 怎麼樣 你要抓到中間顯民 中間顯民他們不一定支持誰 他看哪個黨爽 那他就會 去年的中間顯民跟年輕人 就不投民進黨 投國民黨 民進黨就漏顯 多啊 是不是這樣 年輕人就不去投票 估計 自治民進黨的情緒 現在叫我們去當兵 那叫我投國民黨我也不要 那一部分的人就去投柯文哲 簡單講就這樣 就柯文哲的黨 高宏安就當顯了 他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嫌疾你要看 他是有個誓 也不要把他在醜話講到底 講到底 現在是一個電子媒體的時代 你所有講的東西都被錄影跟錄音 然後人家就拿來應用 哎呀你看 人家都這樣講你 你們自己同黨都這樣講你啊 黨內出選 被對手陣營 在真正的大選裡面拿來應用 所以各位朋友 要聽我一句話 你要支持一個會當顯的 那國民黨目前 會當顯的 我是很實際的表白 只有佛友宜一個人 我是很實際的表白 我在很多場合 你跟佛友宜什麼的 我說沒有 就是因為他是最可能當顯 我也不敢講他百分之百當顯 因為那時候還有一個氛圍 跟局勢 你現在來判斷 民進黨一定是賴清德 那你用這樣來對 對他有有點有缺點 個個都有嘛 因為他畢竟是現任新北市長 他必須要落跑去嫌 台灣領導人會被罵 都會有些 但是我們要見招拆招 結果哪些東西對他有利 那他會流失多少票 因此這些東西你都要算到裡面 旺旺水神抗菌液 他在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你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購 還有這邊有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氣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 MINGDOT